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 当我们读约伯记 看神怎样跟饱受苦难满心疑惑的约伯对话时 感到很稀奇 神不是足以解答约伯的问题 而是向约伯展现他的护理 神知道一切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 他不需要约伯在他面前为自己满口辩白 而要约伯信靠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美善的本性 他借着各样奇妙的创造回答约伯 指导约伯 当约伯认识到神的伟大无限的时候 一切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 我们思想 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秀约圣经诗篇第92篇 诗篇92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天地的颂赞》 苏天书说真身荣耀 穹苍穿扬它的座位 它是王 它是创造天地的主 全地的预赞 全地当像真身荣耀 全地当像它高声唱 它是我 它是创造天地的主 陈所习说真身荣耀 崇丧 穿扬祂的座位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的礼主 劝你 当向这神欢呼 劝你 当向祂高声唱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的礼主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的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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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当像真仙幻梦 天地当像他高声唱 他是我 他是创造天的地主 诗篇第九十二篇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实弦的乐器和色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畜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望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为你耶和华 是至高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犹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 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粒巴嫩的香薄树 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好显明 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第九十二篇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四到六节 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 经文说道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初类人不晓得 于安人也不明白 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初类人不晓得 于安人也不明白 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 观察神的护理 并时常默想 能为信徒带来何等的平安 喜乐 安稳 信心和胆量啊 通过默想神的护理 你能日日与神保持 甜美真实的香蕉 世上还有什么 比这更令人渴慕的呢 你的心会得着美好的更新 这不仅因着神口中的话 也因着神手中的作为 基督徒生活中 有一大部分喜乐 是来自于考察神的护理 请你想一想 观察神的护理 能何等有效地抑制 你心中属血气的无神论 纪念 并默想神护理的作为 将是在未来面对 急耐时 信心背后的支柱 纪念神过去的护理 能使你的心 持续发出赞美和感谢 正确观察神的护理 会使你的心 越来越爱慕耶稣基督 乐意顺服他 平稳地过圣洁生活 当你离世时 也能够安然交托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 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 扶着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默想神的护理的益处 鱼湾人心里说 没有神 无知的人 把神想成跟人一样 却不明白 神跟一切不是神的绝对不同 这个不同不是分量的差异 而是本质的不同 神是圣洁的 圣洁 是神本质中的核心 神是神 人是人 神向摩西启示 祂是自有的 是那位 不依赖任何其他存在 不用蒙谁的恩的 自存永存者 而人不是 乃是被造 偶存 又有限的 是过去没有 在永恒中 因为神的旨意 被创造才有的 神若没有造物的旨意 就没有人的偶存 我们也根本不会 存在在世界上 亲爱的朋友 你必须承认 你不是由得自己 到世上来的 你的生命会有结束的一天 这是事实 你要仰赖赐你生命的神 纪念造你的主 因为我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将来 你要向神交账 因为你是他造的 你所做的事 就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被审问 对于神的作为 你不能不理会 英国清教徒牧师 约翰弗拉维尔 鼓励基督徒 思想神跟他的作为 他说 如果单单神的一项护理 就足以叫人心最神迷 何况是综合许多 神的护理作为呢 如果有一颗心 就如此美丽 何况是整个星座呢 诗篇七日七篇 十一到十二节 诗人说 我要提说 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 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回想神的恩慈 是一智一获的良方 不要怕人生遇到困难 在神全能的护理下 那是我们发现神 怎样解决了良机 诗篇七日七篇十三 到十四节 诗人接着说 神啊 你的作为是洁净的 有何神大如神呢 你是行骑士的神 你曾在列邦中 彰显你的能力 想到神比万有多大 他如此爱我 我还怕什么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诗人说 神的作为何等伟大 喜爱他作为的人 都会努力查救 你会发现神的怜悯 来得正是时候 神的时间刚刚好 不早也不晚 或许 只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却解决了 你的燃眉之急 十九世纪 有七位英国建桥大学的高材生 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 他们先后加入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来华宣教 人称剑桥齐节 其中最出名的一位 就是施达德 施达德出生于英国很有钱的家庭 他变卖了父亲给他的产业 并奉献自己 从伦敦 来到中国山西太原步道 在穷乡僻壤间 向中国人传福音 当他跟从爱尔兰来华宣教的司徒华特姐妹结婚那天 他们穷到一个底部 只有五个银元跟几床被子 他在英国的亲人知晓得 他在中国内地 对他所处的环境跟经济情况一无所知 有一次 他最后的供给已经结束了 他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在寄钱给他 一般信件是半个月送来一次 如果他再没有得到及时的接济信件 一家人恐怕就要挨饿了 于是 他们父亲二人 当晚把孩子放在床上 就跪下来祷告 把所需要的告诉神 祷告完之后 他们得到从神来的安慰 相信神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 知道他们的处境跟需要 果然 就在最后关头 来了一封信 可是信上的字迹完全陌生 施达德拆开信来看 首先所看的 就是署名的人 他从来不认识 一时感到有点失望 但当他读完那封信之后 他的心情就完全改观 从失望变为感恩 信上这样说 我为了不明的理由 接受了神的命令 必须送给你一张一百英镑的支票 我从未见过你 仅仅偶然听说过你的名字 可是今晚 神一直感动我 要我给你寄钱 甚至我不能入睡 神为什么要吩咐我寄这笔钱给你 我不明白 但你一定知道的比我更清楚 无论如何 这就是那笔钱 希望他对你有用处 这是很奇妙的一封信 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 彼此根本不认识 也没有通过信 但是就这样成了 神在护理中所使用的工具 包括他用怎样的人 都是出于特别的考量 神要约拿不死 就安排一条大鱼 载众人把他抛在海中时 吞了他 你说奇妙不奇妙 神要日头铺晒约拿的头 就安排一条虫子 要遮盖约拿的壁麻 以致枯鞠 又安排 炎热的东风 让他发昏 一切都掌握在神手中 神用回流的海水 淹没法老的全军 以色列人看见 那些跟着他们 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才晓得 神是这样拯救他们 英国新型的使徒 乔治·穆勒 凭信心 在英国办了五间孤儿院 每天都需要庞大开销 有一天 孤儿院负责火车的弟兄 忧心忡忡告诉穆勒 说 早上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 穆勒回答说 神必预备 就去祷告 祷告完了 只差五分钟 就要开饭了 突然有一辆马车 再来了牛奶面包 足够所有的人吃饱 据说是因为 有工厂罢工 工人都没有来上工 整车牛奶跟面包 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他们听说附近有孤儿院 就通通送来了 穆勒为还没有送来的牛奶面包 对着桌上的空盘子空碗 已经先做了谢饭祷告 神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人帮助 不早也不晚 反而一面祷告 一面欢喜等候的人有福了 神借着从前所写的圣经 对我们说话 因为他已经在其中 展现了他的护理 每每默想的时候 我们就因为圣经 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得到了盼望 当保罗说 要凡事谢恩的时候 就是提醒我们 在主里面要保持 属灵的喜乐 与因神同在而有的盼望 神救了我们 会用最特别的方法照顾我们 提摩泰前书四章十节 保罗说 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先知哈巴谷 面对不发旺的无花果树 不结果的橄榄树 不出粮食的田地 面对没有牛 没有羊的牛棚羊圈 蛮有指望的说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神知道什么时候 要让红海的水分开 知道什么时候 要叫风吹地 使洪水的水势溅落 神为雨路定命令 为雷电定道路 他见察 直到地极 便观普天之下 要为风顶轻重 又度量诸水 斯不神说 当你流着眼泪 看不清神的道路的时候 你可以信赖他的心 你不一定时时能感觉到喜乐 但应该学习 以为大喜乐 以为什么意思 就是应当把他看作 这是应该让我欢喜快乐的事情 你不喜乐 是因为没有把神 跟他的护理考量进去 因为相信 相应的力量跟扶持 必定会及时来到 对那些充满不可能的事 充满热情的人 是神特别欣赏的 主要我们享受他的快乐 要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 他不但救了我们 并且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一切 一个基督徒信主越久 应当越喜乐 并且感到越侍奉越甘甜 默想神的护理 让你时感受到神的眷顾 就不再独自背负重担 诗篇92篇第四节诗人说 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弟兄姐妹 叫你高兴的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神做了什么 约翰弗拉维尔 在他的书里归纳了 默想神的护理给信徒带来的益处 非常精辟 他说首先 默想神的护理是你享受与神紧密的相交 让你打消 没有神 一些都是巧合的想法 是你远离与生俱来的不幸 其次 默想神过去的护理 就成为今天 你遇见艰难时 信心的支柱 的确 当我们身处新的患难时 如果能说 我落难又不是第一次了 并且 神曾借我脱离从前的患难 你心里就不会恐慌 虽然我不晓得 神拯救我的手段 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 在旷野摆设沿袭 但当我们一回想 从前的经历 一切不幸的理性 就能被克服 保罗说 他曾借我们脱离 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第三 回忆过去 神的护理 为信徒提供了赞美神 感谢他永不枯竭的泉源 第四 默想神的护理 让你对神的应许 深信不疑 让你热情的送赞主 并且更深爱 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 以色列民在旷野 失败的因素之一 就是缺少对神 作为的默想 诗篇106篇第七节 诗人说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 不明白你的歧视 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十三节 诗人又说 等不多时 他们就忘了 他的作为 不仰望 他的指教 你看到了吗 如果实时默想神 留意他信实的护理 我们就能说 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神精深的智慧 使我们心得平安 今天 一旦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所拥有的 就超过 我们因亚当的堕落 而失去的 主的恩典 多而又多 让你感恩不尽 让你赞美不完 最后 一个人临近死亡时 默想神的护理 对他的益处最大 约翰弗拉维尔说 基督徒啊 只要回想 神对你一生 不同时期 不同境遇 所给的眷顾跟慈爱 临终的时候 也将是甜美的 初代教会 曾经在罗马帝国 不同的皇帝统治下 经历过十次大逼迫 当最后一位 受教于使徒的 士美拿主教 波驴甲 被罗马政府捉拿的时候 他已经八十六岁了 罗马国安员 看他这么老 就以咒骂基督 作为条件 说 你只要骂耶稣一声 我们就放了你 你可以继续安享 你的晚年 波驴甲怎么说 他说八十六年来 我忠心服侍耶稣 他从未亏待过我 我怎么能 亵渎我的王 我的救主 罗马兵定威胁 如果你不改变心意 我们要把你烧成灰了 而且警告他 被火烧是很痛苦的 你只要否认耶稣 骂他一句 就给免去痛苦 波驴甲说 我若有像头发 那样多的生命 我愿意一一都在火中 为主舍去 最后 罗马总督恐吓他 你要是再不亵渎 耶稣基督的名 可就要把你丢进火殿里了 波驴甲回答 你所说的火 只是能够烧一两个钟头 就会熄灭的火 并不是地狱里 会烧到永远的硫磺火 波驴甲就安然地求主耶稣 接收他的灵魂 神没有派天使来搭救他 因为神命定 他要为神的道 做完见证之后被杀 他最后的使命就是 向世人见证 他面对酷刑的时候 能够坦然无惧 神是一生牧养我们 直到今日的耶和华 让我们常常像大卫这样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并告诉自己 我们在危难中求告的是 当赞美的耶和华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进去 诗篇九十二篇 四到六节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我要以你手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啊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出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诗篇九十二篇四到六节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愿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 我们要因你欢喜 谢谢你 借着全然信靠 喜欢默想 并实践真理的圣徒 留下宝贵的教训 使我明白 默想你全能护理的种种益处 主啊 你的护理是我们的日记 每一篇总是不一样的 并且常常让我们意想不到 因为你是神 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你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能欢喜承受外在的重担 因为你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 感谢你 拣选我们 成为知道向你欢呼 认识你的子民 感谢你应许我们 蒙福的今生跟荣耀的永恒 感谢你应许 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完全相信 你的智慧跟看顾 愿你荣耀的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欢喜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道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波似乎 虽然心波似乎有骨 我也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 你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心波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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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怕遭寒